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這個星期六的《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第三集 都仍然是講聯俄這一部分 我是問一個問題 孫中山先生當年究竟知不知道 第三國際的東進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國 列寧在他的文章裡面 在俄國革命成功之前 他的文章 或者俄國革命成功之後 第三國際的世界大會 都有多次提到 對中國所謂資產階級革命的看法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看法 以及要在中國建立這個無產階級政權 如果孫中山當年對列寧的這種主張 或者看法 他很認真 以及覺得列寧一定會這樣做的話 可能他不會亂我的 這個星期六記得收看《歷史在笑》 可以看到你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我們是香港女子跳唱組合 我是Shirley 楊澤宜 Hello,大家好,我是蛇絲 李思榮 Hello,大家好,我是Misaki 潘應露 大家記住,星期六晚七點半,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大家好,我是甜統輝,馮飾老闆 七點半至八點半,達人在線 是大家,千萬不要看 休息一下,千萬不要看 不要看啊 大家好,我是大酒網絡界的導演Ronnie 接下來,逢星期六的七點半,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不是和我一起敗酒 Hello,大家好,我是J.I. 我是Jacky,李副專 我是Iki,張愛琪 逢星期六晚七點半,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Hello,大家好,我是B.G.S. 我是Jofie,周文熙 我是CC,周理盈 我是Riley,霍又森 我是Yona,方耀 逢星期六晚七點半的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啊 達人在線 逢星期六晚 夜晚七點半至八點半 千萬不要看啊 嗯 達人在線 逢星期六晚七點半到八點半 時間你們都不要記住了 千萬不要看啊 大家好,我是你的魔術師Mr.Sunny 逢星期六晚上七點半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但是 如果不然你會有損失 大家好,我是景順之花 Hailey Ma 馬俊希 騙徒手法真是層出不同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 每逢星期六晚七點半至八點半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啊 大家好,我是Brian 黃千亭 逢星期六晚七點半到八點半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千萬不要看啊 廢的,沒有營養 千萬不要看,看了是你的損失 千萬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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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比我好少 但如果支持這個台位支持人歌 我可否為了收益講政治 講少少 講娛樂圈政治 都可以 政治娛樂化 給多些啦 坐車吃飯都要錢 查理現在撐到 我不是有贊助 如果不是有贊助 我們就衰到貼蹄 多謝各位 狂小姐 今天的主題是關於 我經常看過Facebook 跟Charlie的Facebook 經常有很多做Facebook 直播 我其他Sponsor沒有直播 是他們的 我才去直播 但會被人投訴 有時看到你的Live 其實做Facebook要享受那件事 做任何事都要享受 但我是因為職責問題 你應該會蓋在我的臉上 我才要的感覺是享受 然後再自拍 再說話 你下次可以大腦是在做事 你下次可以大腦是在做事 是啊 先別說太多了 先介紹今天的嘉賓 今天的嘉賓是蘇南美的負責人 Creamy Creamy 旁邊那位 她是Shirley 美容顧問 美容顧問 Shirley 好的 你看到前面這套 看上去你不知是甚麼 就算是厲害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不好意思我真的有點不舒服 兩位拍檔幫我 好嗎 當然不會 我沒有氣 那就先說一些事無事 事無事就是 今個禮拜發生了甚麼事 Kendy 看看你發生甚麼事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沒有了那些貼主的事 不要經常跟人打架了 你知道要挑鬼命 兩場就收你的檔 兇手入白人 他會送你回家 Kendy很差 天國的老家 我看到Kendy的案件 我了解了 我不會說的 我不用怕 其實我覺得 無論你的道理怎樣對 你的口才怎樣了得也好 好像他這樣 他是學者那群 你不能拼搏他 他說甚麼也好 但是 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是很野蠻的 真的很野蠻的 不是說到來的 來到就馬上開球 還要遇到 拳頭膠就好地地 那個直接是狼刀 是真的可以拿他的命的 他又幸運 沒事而已 連一些江湖的朋友 一聽到這個案件 嘩 我們都沒有那麼狼 那個人真是健狼 所以他一告訴我 我有些行 因為他上個星期 是不是上個星期 前個星期 回來做節目 他這裡有塊布 這裡有塊布 我還笑他脫虎海 他還沒有脫虎海 他跟我說 我昨天有甚麼事 他不說 他說我還在亂 所以我還在亂 然後他說 那件事都挺恐怖 我差點又失去一位主持 之前那些是活該死的 但又不死 現在那些是不該死的 有機會死 很慘 沒甚麼 沒甚麼了 多謝人家關心 沒有 有江湖界認證 不要經常講那麼多道理 看到那些瘋子 走到一旁 知道嗎 不知道 亦都沒有打電話找到 我 我剛剛還想叫你 我幫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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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他 他不要清 那今個星期 就做了些甚麼呢 清晰化了 我也簽了約 講得了 好 小弟在6月28日 我們正式有一部電影會開 這部電影呢 就是香港回歸二十年 是啦 就會在全國上畫 和在外企上先的 那 講一些陣容我都挺開心的 那就有 先講香港式的人 先講香港式的人 有又南 黃又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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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日朗 李日朗 有 哭康李日朗 甚麼 哭康那個 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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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有 如果大陸比較出名 大陸的明星呢 有海明威 藍燕 藍燕 藍燕厲害 藍燕厲害 她是全國的 她現在是中國的一線女星 還有她是國際級的女星 她在俄羅斯 很多不同的電影去做女主角 還有拍展也會看到她 你認識的嗎 對 你見到聽到走音 你認識的嗎 你認識的嗎 你不可以在那裡說錯話 有人聽著 不是 很多人都不認識 然後就走了 為什麼 我打算 因為香港只認識其他 說香港認識的 才有龔若林 有詩 有了我們最受歡迎的安采利 馬上靜了 你都比安采利更加受歡迎的陳大仁 我做王佑南亞哥 所以這陣子Kid Fikid Fow很重要 還有要找今天的嘉賓 當然要 我已經打了電話給她 我要重新改造整個人 我們這些基本上 趕不趕得前 6月28日 要改造 我們這些其實無邪可擊 只是感上天花 Charlie就要誠實一點 要封空 我這些是很原明的 要封空 整個盒可能不夠Charlie 是不是要全部注入 接下來都是想幫你們 在拍這部電影之前做個準備 讓你們更加好 這幾天我做運動做到瘋了 真的瘋了 幾十年沒動過 但你只要是手 你小心 不是手 沒有理會的 已經舉到傻了 我現在已經麻痺了 遲些我表演震波給大家看 我震到一點點 我表演給Charlie看 是那一大隻之光 他說你要在很強勁的光 有些光打下來那一刻 你就明顯 好了 就拭目以待 藍燕這些 你們上網查看得厲害 很厲害 因為這套戲 會在世界各地參戰 而且會在香港有慈善手影 就跟無邪手換成合作 那你跟香港回歸20年 不夠成一張票 你說香港回歸20年 那跟政府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次那個形式 那是娛樂性的手法 去講香港經歷過的事情 類似金雞那些事情 你聽過陣容就知道 有右藍這些 右藍這些是很香港仔的特色 那你也是 我也是 我絕對是 Charlie也是 Charlie 我也是兒子 是香港的MK 他做一個叫做骨牆的骨妹 但是他是經歷過這個 時代的變遷 你要講清楚是在戲裏面 不是新生的 你完全做不到 沒有關係 好了 先講到這裏為止 下個星期有什麼新消息再講 因為簽了我才敢講 只要簽不敢講 好了 接著到 回來了 我們的專業美容顧問 Grimi 還有素顏味的同事 你們都知道我 就不會那麼刊謝問一些產品 第二部分先講 因為第二部分被他剪出來 放上Fans page 第一部分 就講一下 Grimi 搞這間店的 血蕾子 或者同事 怎樣做過美容顧問 之前發生過什麼 這樣 好了 我認識Grimi 是因為 韓子亮介紹的 大家都知道哪位 韓子亮 知道 不介紹了 有一天 就聊天 大人說 你做不做美容那些東西 其實對我來說 要不可及 我從來都不會 為什麼呢 男人都要 我連面膜都不顧那些人 那可能我天生麗質 那個人認為 我認為我自己不需要 你是用磨砂不斷擦臉 在那邊磨它 我是用家裡的簡形擦 他隨便撿咖啡 當是磨 不是 他是化妝後 是不下妝的 我是不記得下妝 不是不記得 是每次都不下妝 因為我做了這個行業之後 正正式式做之後 才開始多化妝 但是以前沒有什麼做 但是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有時真的化妝 你不記得自己化妝 然後你回到家裡 可能洗完澡之後 那臉我不會故意弄的 我連洗面膏都不用 我很骯髒的 嘩 你那條毛巾也很害怕 你慢一點 你應該不是用毛巾 我沒有用毛巾 我是這樣的 出都沒有 我想一下子 好恐怖 是啊 我又不知有什麼傷害 整件事都幾十年了 很優惠 好 接著介紹了我去做之後 其實我是基於一個不要蝕的心態去 去到 Facebook是這樣的 拍一下分別 即是很流的 是不是 我不會覺得這些是幫到我的 對不對 我覺得好像很花時間 然後 但不是 不用錢 去一下 去到那些地方 看一看周圍 其實我就不知自己應該要做什麼 我也不知有什麼 是吧 接著看到Cremium Cremium 有什麼要做 他第一時間說 你要整一下頭髮 你沒有頭髮 那時候這裡有很多個洞 即是你看之前的什麼 就知道了 因為 即是他們用了他們的真髮療程之後 他不是說什麼 那些毛巾下去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手術的東西 不是那些 是真的 替你洗乾淨的頭皮 替你注一些精華 替你注一些精華 然後用一些 有針去替你刺一下 開一些毛孔 這樣 那 再加上 他們本身的產品 也有供應商 他又推介了我給那個供應商 可能知道我的頭髮真的很少了 要去ICU了 人家弄之前 你會拍下他 那些什麼 使用前使用後的東西 你打算擺出來嗎 沒有 不過是使用前 因為其實主要的 也不是這樣的心態 他想幫我弄而已 純粹覺得 他真的需要 你覺得我劉德華嗎 劉德華當然是拍之前之後 你都弱智 沒有拍到 但是 找回之前的照片 是可以看到他這些位置進去 我自己也感覺到 因為我的頭髮是很柔 自小的時候都很柔 而且有得來 我沒有保養他 我夠膽死去拿一塊髮型 就衝 不是勞工那隻嗎 勞工介 不是勞工都要特地去找 我隨便找 所以我是 一向不會顧這些 我想很多男人 我想除了你之外 因為Kenny是注重的 但是我想很多男人都未必注重 除非做這一行而已 然後 然後 而且 有 稀疏 還有 有 開始拍攝的時候 燈打下來 譬如跟你做了一個頭髮 他拍得不夠立體 不是啊 看到頭皮 一看到 一看到那個 配備 哇 頭髮很焦 大人很英俊 但是很焦 像一個大餅一樣 認識 那樣這樣 你那麼英俊 但沒有頭髮 噴黑色的顏料 之前我發現了一個東西 是一整整整整整整的 但趕了很久都沒有賣 每次拍身也有一個 狡猾的情況出現 所以找 狡猾的頭髮 其實都沒有想過 會得到 因為你做手術 一種下去就可以 但是我真的 維持這樣做 不經意 我想一個月左右 然後開始把東西放進去 可以看到那些孔、毛孔的東西 他由之前幫我關了一個聲音 他由之前一個孔 他首先看到你的孔紅紅種種 黑黑又損又結膠類似的東西 我們是看不到的 我一向以為自己的頭很乾淨 然後把東西放進去看的時候 有沒有照著一條蟲 他看到新生命 我們叫做頭髮掣 它是飆不出來的 它是有塊東西擋住很多 然後那個顧問就跟我說 不是的 總之你頭皮健康 那些就可以上來 這些電話真的要它響的時候 然後就做了六、七次左右 加上Creamy那裡 我想做了十幾次左右 然後他有一次 做什麼呢 其實又不是說 很大工程而已 可能跟你做些營養劑下去 按摩一下 他的整個療程是很流的 你不會覺得有用的 你純粹交代 我跟你的說法照理 我又不要說我不聽話 到時候那些 你知道很多老千 就是說 你跟著 你不跟著就不行 就不關我的事 那我就預料了不行 然後你就賴我沒有上來 不過你如果有留意人的Facebook 你看到他這麼有恆心 經常走上來 你們這樣搞 我想 如果不是以他的性格 我沒有空 我遲些才遲些 應該就爆炸了 應該就變了 應該就變了 他會這樣的 真的做作畫 可以看到一些成績 他首先頭皮的對比 我又紅紅種種變成 白白正 又看上去又很水分 漲卜卜 我懂得看什麼叫漂亮 然後開始慢慢 再下一次再照 他一個洞 有幾條標出來 出現在在你那裡是沒有可能的 中夕那些 發芽那一隻 對 會發芽 立即有個鑽在上面 神經病 沒有頭髮也有 那我就覺得 真的很有用 我真的會推介給那些朋友 但是 他真的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跟你洗頭而已 真的這麼神奇 你用一些產品的問題 是啊 然後 他就說我的頭有問題 然後 還有說我有什麼問題 那 腦有問題 其實我們那些 都是不要那麼肥 或者皮膚清潔一下 都是這些 然後就開始做了 原來有很多東西 都不是那麼簡單 那兩位有沒有教 然後回家怎樣打理一下 回去不需要特別打理 只是來做就可以了 沒有 等一下 我先說 其實不知為何 我先說一說 我對他們的認識 我先說這麼多 不好意思 發自外心是這樣 沒有辦法 這是真人實證 我不會這樣說 平時 你說完血淚 然後說傷病 我不會說自己的用後感 不是那些 什麼藍莓素 你一口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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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 然後就面 然後我那期 要困了林作去拍攝 又說要英俊 之前又不吃東西 然後又要做他們的療程 然後又開始 維麵 各樣 減肥 什麼都做 總之做到爆了額 查理也是有上去 查理你多做什麼 保濕 你覺得是比較乾淨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搬去 我現在住在這裡 他是有那些 性奶 不是啊 我搬去那裡 我整個臉都紅了 很乾燥 但是他做完保濕之後 你搬去火散口 紅都沒有紅 你眼睛很多都聞 我現在看過才知道 很差 不太行啊 你這陣子當然不要去掃顏尾 當然昨天遲到沒有去 不知道誰遲到呢 遲了整個小時 我不想的 駕駛的問題 但我看到你的臉都好像白淨了 我那時候不是要戴口罩上來做節目 是嗎?為什麼 我們兩歲月都不會戴口罩 不是啊 很誇張 怎麼看到人 整個臉都紅了 是嗎? 是嗎? 你都見過 是嗎? 撕掉皮 空腫 有那些 你的嘴唇 是呀 你有知 嘩 我以為你突然差得那麼厲害 好了 其實我又覺得真的有用 男生女生都是有用的 一向我們的概念是男生不需要 是你的概念 Kennie 你對美容的形式方面有多少 都認識的 不過就是 你做什麼的 我做的 Facial也有做過的 我多數自己做的 通常做一些 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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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做都做不到 好啦 真的 入正題 好啦 回來了 Kennie 你還沒做美容行業之前 你是做什麼 其實入行都是做美容的 都是做美容貫丟的 總之一真的踏入社會就是做美容的 是呀 就是做 賣產品的 我以前賣美容產品 在卓越 你也知道有很多品牌 卓越 我聽說 賺很多錢 應該聽說 當年 很OK的 那時候沙沙 卓越 一進去的時候 是 扯都要進去 你是看地區性的 不是呀 我的朋友說的 是呀 我們那個年代 初初是的 現在當然是飽和 賣電話 卓越 這些 是豬頭的 然後怎樣 然後 當我做了很多年之後 我就覺得很累 因為企門事很辛苦 那我就 反正都是做美容 本身都對美容的東西 就是產品的東西 就是臉色 還有就是跟女性聊天多 我們習慣了講話 是的 所以我也要做一些類似的東西 就轉去美容院 那開始在美容院 你在美容院做 直接進去做顧問 都是做經理的 已經是 就是已經開始做管理 就是又要管理 又要看著本生意 跟著又要 下手下腳 是的 什麼都要做的 基本上那時候都是 還有我們美容很好 經常都有新的東西 經常都學習 還有自己可以 第一時間做得最漂亮 不適合我 我不可以這麼忙的 OK 我繼續 做了 都十幾年了 在美容院 我們 跟客人熟了 有些客人追蹤了 跟著 有些客人 開始有自己的客人 跟著什麼時候 開始有念頭 要出來令起勞躁呢 其實都不叫令起勞躁的 我都是經理身份 但是他們都是 分一些股份給我 另外更加 上班之餘 都有股份 是的 老闆 合夥人 這樣就更加好 自己會投入一些 還有跟客人 就是在這裡 是的 就是在這裡 我以為你自己出來開 對 那 令我 不要說 以打工仔的心態 自己有些股份 更加會投入度 更加高 還有自己會花多點時間 看看怎樣幫這間公司 經營得下 我想要怎樣令你投入度高一點 我買棺材堡分一點股份 應該可以 會不會投入一點 自己死去 自己死去 幫幫你手 我不會 好 繼續 是的 那我一開始來到這間公司 就是覺得 其實公司很漂亮的 裝修 但是 那時候第一間是哪裡來的 銅鑼灣都是 你去開一間 其實現在有很多間 是的 那銅鑼灣 覺得好像很浪費 因為我之前在大公司做 有十幾間分店 又有十幾間分店 十幾間分店都有 那我做過兩三間公司 就是不同的 最後來到這間 最後來到這間 但是我希望幫公司 更加的品牌做得好一點 因為其實 那些人現在很聰明的 所有東西都網上可以看到的 全部都要透明度高的 所以我就會在這一方面 就是用了很多時間 是的 因為我覺得Creamy 是 在Marketing方面 他都很願意去投放資源 因為 我見他搞很多 活動 就是減肥活動 型男索女什麼的 那些 然後就真是 真是很用 就是一些藝人去幫他們 去做一些推廣 因為我以前也接觸過 但是我看到他們的力 沒有你那麼大 是的 我自己其實 就不一定是當一個廣告宣傳 其實我想那些客人知道 我們工資有什麼做 是的 因為你好像你這樣來到 你都不知道有什麼做 完全是 究竟我們去那間餐廳 你都是想吃那樣東西才去 那我要給那些客人知道 怎樣做法呢 過程是怎樣 做完有什麼反應 做的時候痛不痛 那些人安心 透明度高 他們就會開始去留意我們公司 不過呢 這間公司做了多久 開了多久呢 都五六年了 是的 不過我實在覺得美容園這方面 都很靠人傳人 就是你這樣說 可能你說到自己有多好 作用夠大 一定有人傳人 就好像人哥那樣 搞完頭 原來是這樣的 就靠他這樣說給人聽 最大問題 是的 我是真心地說的 是的 很多客人都會有這些refer 是的 refer很重要 所以我平時就要直播了 直播完 那些小朋友就在下面問 自己看 是的 其實我有例證 我看什麼時候拿一些照片 你做一段片 因為他 你剛才做的時候 在額頭就做完電話 聯絡方法 方便 我見到很多人都立即在問 你怎樣聯絡 等等 那會有機會 那間公司會 會單歸 哈哈哈 OK 那好了 現在譬如 中間有沒有什麼辛苦的事情發生過呢 請問 辛苦其實就是 要令到那些客人 因為其實很多人很害怕美容院的 即是太多負面新聞 或者很多健身專心 有很多又說什麼買套票 有很多很逼她 又強迫消息 最近又問一宗新聞 說 那個女生躺在那裏脫衣服 一群一起圍她 圍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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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握她 問她的東西 其實我試過 我去過美容院 但我是做按摩的 因為我不敢做臉 我不知道哪些好哪些不好 她在美容院做按摩 對 她在街上銷售的 你知道我不懂拒絕 我試試一下 去按一下骨 然後按完骨之後 她抓了我入房間鎖住了我 是嗎 是嗎 很恐怖 即是她不斷地說 不斷地說 好像想逼你買套票 以你的性格 perpet sole 一定買了 我沒有 因為我當時只有一隻貓生寶寶寶便要走 只有一隻貓生寶寶做按摩 但是你又餓磨 沒有 стр用肚子就是生寶寶 如果我的貓生寶寶就被餓了 但是一個不是太好的經歷 那你怎樣可以令到人家突破到這個 就是外面的壞人做得這麼壞的情況 其實真的要在平時的訓練裏面 跟同事說回 我們現在如果用這個方式的銷售 是很out的 那有客人都是理智的 正式分析 需要不需要 只要你告訴他好處 他自己去考慮 還有我們為什麼要有透明度 就是讓客人可以放心 現在美容院已經是要做到一些很好的服務 令到客人的信心增強了 所以我們的粉絲都越來越多 以前就是四位數字 現在已經去到萬多人 放心 有我的家民你們更加多 一定 所以其實都很開心 時間都不是說很長 我加入這間公司不是很長 都可以令到那個數字攀升得很快 但是會不會有人抹黑你們 有時候很流行的 有很多 其實是很少的 真正抹黑其實很少 因為你不會做了什麼 還有這麼多間 你沒得哪間 這麼多對手 現在很少的 好像是很少的 因為他們真的被人投訴 才會寫上去 我知道網上有很多不同的討論區 都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可能會被人討論 但是我們盡量我們的能力 去做一個服務 跟女生說回 那怎樣 人手方面 我聽聞很辛苦 人手方面 即是他們是可以 即是怎樣說呢 是很難請到一些員工 是嗎 我們都 其實都算穩定 但是因為客人多很多 所以有時候很忙 這一部分可以讓你講一下 因為他們都會去跟客人做肥皂 還有他們都會去跟客人解答美容的東西 Sherry Sherry Sherry也很漂亮 那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 奇怪的東西 困難的東西 奇怪的東西 對 或者一些難受一點的東西 都可以說 難受一點 一定都會有的 始終都叫服務性行業 是 是 例如呢 想到嗎 即是難聽到 那些客人會很囂張 例如 都有 都是律師 這些經常很流行 都是律師 是嗎 一定要律師 即是有什麼告你 我告你 有什麼 有好又不好 應該是 我們遇到一些客人 當然有些騎人來的 一定有的 怎會沒有 例如呢 不要緊的 一定有的 你不用怕 那個客人不會覺得你是在說他 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所以沒有人會覺得你是在說他 你聽聞 其實什麼客人都有的 有些人就 我們又不會說去保證Promise 做了之後 年輕幾年 這樣 但其實明明很多時候做 這件事有幾虛無 對 只能夠儘量做到你皮膚會好些 怎樣去改善 但那些客人覺得可能他花了一些錢 但是他就 得不到他覺得很顯著 對 對 都會的 站在牆上去罵 都會有的 是嗎 對 什麼客人都有的 那你說 怎樣處理呢 如果站在牆上去罵 其實都 都會 都會叫他坐下 或者入房 跟他談 那盡量做好些 或者問公司 譬如可以送些什麼給他 做得更加好 那那些壞人在這裏 食肆都有這些 都有的 有屈的 都會有的 是啊 那 你們都是被人屈的了 不是 為了一個 沒有辦法 就太多這些了 好了 這一部分先說著任波 下一部分 我也會多說少少血淚事 再說三明 拜拜